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不锈钢和塑胶材质冰块 其中以冰块降温效果最显著 一下子来到12度 至于塑胶冰块则是略为下降4度而已 一般的冰块还是会比较好 因为一般冰块属于物理作用 它物理变化 它是从固态的冰变成一态的水 那它会吸收当然的溶解热 那这个时候会把温度降很多 那至于不锈钢的比热 因为它的比热特性会比塑胶又好一些 化学老师建议如果想喝冰饮 又怕浓度被稀释 再入干冰就可以通通兼顾 未来一周全台天气炎热 北部地区上看36度 至于中南部以及东部地区 也有33到34度的高温 体感温度有可能达到43度 不过桃源以南地区 无后会有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出门记得大发散 防晒又遮雨 记者黄家伟 谢维台北报道